主料,鸡半汁,香菇200克,辅量,油2汤匙,盐1茶匙,生抽2茶匙,蚝油1汤匙,料酒1茶匙,白糖1茶匙,玉米淀粉2茶匙,姜1小块,蒜3半,红辣椒1条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半汁机处理干净斩块。 加入适量植物油,盐,糖,料打,蚝油,生抽,玉米淀粉,抓匀后腌制10分钟,把香菇切片,将茄子,蒜和红椒切小块,起油锅把姜蒜下锅炒香出味,将鸡块搅动一下入锅中火滑炒,鸡块变色后加入香菇翻炒,盖上盖子小火热约10分钟,最后把红椒加入炒至炖身即可, 烹饭技巧,一肌肉下锅前要再角度一下,以免淀粉沉淀,而斩块的肌肉很容易熟,慢的时间不需要太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